我覺得你玩國際服不用有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畢竟國際服有國際服的玩法,台服有台服的玩法,對不對 沒事過來在那邊硬要在那邊大家就是 是不是幹嘛為什麼全部人都要都一定要媽的跟你有一樣的想法 是不是,這樣有什麼用嗎 你說台服的貴,但你換個角度想打到的人也比較爽啊,要賣比較多錢啊 是不是一樣嗎 而且我相信想要賣的人應該比想要買的人還要多很多 是不是 放幾天是不是要 好好練習啊 你們快世界賽勒 你們應該可以從外卡打進世界賽吧 應該一定可以啦 別這樣代購團 你不要講的這麼難聽,代購團 你就當免費員工旅遊,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啊 他們大家都是RIOT的員工,然後 大家去 去員工旅遊一下 雖然說 今年在大陸打 比較沒有旅遊的感覺 你的影片不知道從哪一季開始都變很貴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不貴誰要看 你知道嗎 很殘酷,但是這個我很同意 那個影片很多做什麼 便宜低造價什麼影片嘛 會有人看 但真的就是新手會去看 那真的大部分看影片的人 他追求的並不是說他想要來看一個build要玩 他只是想看看 這spons到底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如果你做那種 就是你做那種 低造價那種 有他的市場 但是其實沒有很多 不會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而且我會發現啊 只要你在標題裡面 講到什麼EX啊 什麼全星空啊 簽名啊 簽字啊 這種很低能的 不是很低能 就是 這種一聽就知道很貴的關鍵字嘛 那個 影片點閱率都會 都會直接變多 他有COC 是 冰死中冰魚粉 他媽的冰魚粉就不存在了 還講冰魚 冰魚粉 冰魚粉站出來 你說要尊絕不煩 我覺得這隻就已經蠻尊絕不煩了 這隻說真的我很喜歡耶 你說要尊絕不煩 這隻說真的我很喜歡耶 你知道嗎 這隻符合所有我對POE這個遊戲的期望 這是 這是一個 他有用到這個聯盟新的東西 他有用到這個聯盟新的東西 其實而且還有一個點就是 大多的人不看好 但是我打從一開始我就對他有一個很好的感覺 我就覺得這個一定不錯 然後實際玩起來之後還好沒那種失望 有沒有 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最大翻盤的應該是地板大師 不是啊那個打圖真的是太爛啦 爛到不能接受啊 那一隻是全吸奶 一路吸奶吸到89等而已 因為真的 不知道他媽的要怎麼打圖 所以就直接拍影片 有啦屌內再拉機啊 一擊必殺耶 是真的狂耶 冰川之刃太爛了啦 我覺得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冰川之刃就是來害人的 你知道嗎 今天會用一個冰川之刃攻略的 就是來害人 他的確看起來很帥 然後造價的確是很低 這個我完全同意 但是POE 對一個新手來說最大的挫折就是他媽的那個王他都打不贏 然後這個技能就是如果他玩了之後他肯定打不贏的那種 他只會越打越有挫折感而已 野打也是啊 野打也是帥到爆 我跟你講那個看起來都超帥的 然後那個實際去玩過之後 就是 哇操 會瘋掉的那種 偷風亂舞一幹沒事 因為 也不會有人想要玩 光看就不夠帥 對 我真的覺得POE最棒的 對一個新手來說 真的要玩召喚的開局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 你也不會遊戲的很痛苦 VD或者是召喚都很棒 可是你知道嗎 這兩個boot的很大問題就是 我用我自己的影片來舉例子好了 我的那個VD的影片啊 例如說20分鐘長好了 可能有15分鐘在介紹防禦機制 一個新手聽到那個一點感覺都沒有 蛤?防禦機制? What? 防禦機制是什麼? 他們根本不了解防禦機制的重要性 他們估計畫面也是跳著看的 然後他只會覺得奇怪 這個臭肥仔的影片怎麼他媽的都沒有在打怪啊 只有前一分鐘在打怪而已 沒意思關了 他們不了解這個POE的恐怖 不是啊他那個打到後面被鋼爆 然後就就就 被被被臭爆了之後就啊 這個我這個view的好爛喔 不想玩了不然的話就是健檢 對阿GG有說POE2最快好像要延後了 但是 下個聯盟會是 最大的 就是關鍵聯盟 的這個點不會變 他們有講 他們不打算在中間再插一個進來 他們就是要直接 就是我們往後再加一個垃圾類似這樣子 會不會是下一個聯盟叫關鍵聯盟 媽的 王是什麼劉寶傑啊 OMG 獻機一半命運卡 我們上次虧4張 但是他是從4張被我們變8張 又扣回來了 我們現在就要把他變回來了 Let's go 誒有掉 有掉 究竟是幾呢 嘿 幹 聲音災 的話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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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